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联合政府 但他强调他不会退出土团党 我没有退出土团党 我还是效忠我的党 可是我支持联合政府 他有讲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其实就是那千篇一律的理由 为了获得选区拨款 这一届政府好像是给400万 300到400万 我之前讲300万 可是有国会议员跟我讲好像是400万 300万是给你活动 100万是给你选区的 你的服务中心的 总共是400万 这一点要等大家来评论 毕竟这些国会议员都闷声发大财 他们拿到这个钱了之后 也没有人去炒 为什么给我这么多 或者是为什么不给其他人 反正你拿到钱你就静静 外面在炒的 他们给他炒 也没有平台给他 媒体也不会去报道 所以就变成了这种恶性循环 其实是不好的 反正三四百万一定有 所以土团这位 伊斯坦拉·Zoukarnian 他宣布支持联合政府 他直接讲出这个理由 我为了发展我的选区 为了给我的选民得到照顾 所以我支持联合政府 因为联合政府讲 只要我支持他 只要国会议员支持他 就可以拿到这个选区拨款 首先这个课题 第一个要讲的 当然就是再一次证明 这个反跳槽法 根本是一点鸟用都没有的 你看他不需要退党 不需要跳槽 他可以支持联合政府 是不是就相当于 巫统也可以不用跳槽 不用退党 就可以反对联合政府 一模一样的情况 难道你说你只可以支持 不可以反对 所以再一次证明 这个反跳槽法 是有很大很大的漏洞 这一个漏洞 是在他制定的时候 我就一直讲给大家听 现在你看 反跳槽法根本是废的 沙巴四个国会议员 GRS的国会议员 明明在他们中选的时候 是土团的议员 明明是土团的议员 反跳槽法已经清楚阐明 只要你中选的时候 是政党的成员 只要你是政党的成员 你中选之后换了政党 或者是成为独立人士 你就违反反跳槽法 所以哈吉吉他们的情况 是百分之百触犯反跳槽法的 之前也有一个讲题 是特别讲这个课题 有听过的独有 可是最终哈吉吉他们 青州已过万中山 完全没有受到对付 因为有政府的富航 议长讲 土团党写了信给议长 说他们违反反跳槽法 议长讲 没有反跳槽法 没有违反 那他们就没有问题 所以最后的权力 最后的权势钱 是交到政府 因为议长是政府委任的 所以你想一下 是不是回到之前 巫统一手遮天的情况 议长 之前的议长 也是完全不同的 班迪卡阿敏 大家还记得吗 完全是塞政府的 驱逐行动党的议员 驱逐卡巴辛 驱逐林吉祥 然后每次做这些 不立在野党的决定 完全不跟法律来走 现在这个Johari 这位议长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之前 大力抨击 大力反对Johari 被委任 其实我不认识Johari 我不认识他 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 我抨击他 不是因为我认识 还是不认识他 是因为这个委任 本身就是错的 Johari他没有持党职 他的党性这么强 他没有持党职 而且 他的儿子 是双西大年的国会议员 爸爸做议长 儿子做国会议员 你看前几天 国会朝 然后有一位 一党的议员 好像是一党 还是土团党 国盟的议员 被驱逐出国会 原因是什么 就是讲 你有conflict of interest 你爸爸通过儿子的议案 给他来辩论 可是我们的议案 你却不给辩论 所以引起了争吵 最终这位国会议员 被驱逐出去 所以看到吗 不是因为政党 不是因为立场 是这个行为 本来就是错的 然后必然会引起 这些冲突 这些争端 如果本来 你就避免了 这些争端 你不要委任 一个党性这么强 或者是有这种 利益冲突的人出任 那国会的争议 是不是又减少一个了 那国会的改革 是不是又更进一步了 然后你委任的这个议长 又这样子 只手遮天 完全不看法律 对法律也不了解 这个我们之前 也抨击过的 那就变成 只是维护 政府的一个工具 那你国会要独立 你说国会要改革 这个不是痴人说梦吗 西蒙一直说 国会不能只是橡皮张 Rubber stand 硬生虫 我们要改革国会 你看现在 谁还在提及改革国会 所以从这个反跳槽法 这边来看 你就可以看到 完全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 就像Najib OneMDB 全世界都已经调查了 全世界都已经报道了 可是Najib在马来西亚 一点事情都没有 2015 2016年的时候 因为他当时自首这天 全部他委任的 总检察长也好 警方也好 国防也好 国行也好 都没有人敢出来 碰击他 或者是说这个有事情 特工队直接给他解散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本质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应该避免 这种独裁极权的情况出现 我们应该避免 这种conflict的情况出现 这个才是对马来西亚最好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 看到这个课题 你第一要讲 你看之前一直宣称 反跳槽法是好的 有用的 不是这些漏洞的人跑去哪里了 所以你永远记得 这是一个双刃剑 你可以接受 这样子来支持你 那你以后 别人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反对你 来direct ballot他的支持 你就不要在那边哭 因为标准是一样的 那政府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放在后面来讲 一条一条 所以这个是第一条 关于反跳槽法的 第二条 Zoukainen用这个理由来宣布退出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耳熟能详 我不用讲那么多青蛙 我随便讲一个沙劳越 我们看到Tapokia大哥 沙劳越的大哥 Josua我也有看到 我们沙劳越的大哥 Kent大哥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他留言 他很忙 那天我的儿子才跟我讲 他要去沙拉瓦去找两个姐姐 我就讲哪里来的两个姐姐 我想一下 应该是Kent大哥的两个女儿 Kent大哥的两个女儿 非常的漂亮 亭云涕玉立 我儿子很厉害 还记得 我老婆就是跟我讲 是Kent大哥的女儿 我想一下 对 youtube Kent大哥有两个女的 他特别讲一下 真的很漂亮 因为Kent大哥也帅了 我们有一说一 沙劳越有一个国会议员非常著名的 前公正党的沙劳越主席Larry Sun 他当时退出西蒙 退出公正党 背叛了力捧他的安华 当时巴鲁比安是公正党的沙劳越州主席 巴鲁比安因为涉及喜来登政变 他后来发现这个喜来登政变跟我想的不一样 他退出喜来登政变 可是还是给公正党开除 所以公正党就没有了沙劳越州主席 后来他们委任这个Larry Sun Larry Sun后来跟Jurayda有问题 这个全民党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他当时退出西蒙去支持后门政府 去支持慕尤丁 他给的理由就跟着Zuccanan一模一样 我为了我选区的人民 我为了拨款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的选区人民生活的很苦 我要照顾他们 所以我一定要这个拨款 你看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梦幻 如果现在有Zuccanan 这个Zuccanan去支持联合政府 你就拍手的话 那你之前骂Larry Sun 骂许岳峰 用这些同样理由 任何跳槽的人 包括许岳峰跟另外两个马来议员 他们当时跳槽 成信党的在霹雳中 那时也有跳槽 他们跳槽的理由 肯定都是为了人民 为了选民 也确实 我们不知道他真正想法是什么 真的可能有一些是为了要帮助人民 或者是被党内被排挤 但是他们的理由是一样的 所以千万不要双重标准 A做这个事情 你大骂特骂 B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给出一样的理由 你就举手站好 这个其实是凸显 你自己没有底线 你得办 没有原则的 前面可以 后面也可以 转一圈也可以 旁边来也可以 这种是不应该的 这个是最恶心的情况 千万不要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千万不要用立场来界定 黑白对错 错的就是错的 Zuccanan这个行为应该被骂 应该被抨击 他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反跳槽法也好 这些我们反跳槽的想法 其实不是为了我们个人 也不是为了某个党 不是为了联合政府 这个反跳槽法的存在 不是为了给联合政府执政 或者是不要给国盟执政 这个反跳槽法 是为了马来西亚 为了我们的国家 塑造一个健康的政治环境 你要忠于你的选拟 你不可以随便跳槽 不可以随便违反党议院 如果你要违反党议院 那你交出这个席位 你有权利可以再次竞选 一起来竞选过了 如果你的决定是对的 你去说服你的人民 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只有这种想法 这种原则在根植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政治 这些政治人物的脑袋之中 我们马来西亚才会进步 所以你现在如果去鼓励 去为Zucanian这个行为较好 那你相当于在未来 你去鼓励其他人 也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不要做这种令人恶心的事情 所以在这边也要谴责一下 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到现在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平均选区拨款 是应该做到的事情 而且你做到 并不是说你现在对反对党好 你是在为未来的自己好 你不知道你可以执政多久 你可能只做一届 可能只做半届 可能只做两届 但是必然的 没有人可以永远掌权 而你是已经被打压了 60年的政党 你做到政府 所以你是感同身受这个打压 你现在去推行这个改革 去平均选区拨款 对你是好事来的 你是为你未来的自己做好事 就像我们现在希望马来西亚更好 不要有这些种族 不要有这些宗教的课题 其实就是我们的想法 并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为了我自己 我去移民就可以了 我们是为了整个马来西亚更好 所以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不要因为政党利益 政治利益而蒙蔽了 这样子的双眼 当你把底线丢掉 你要再拿回来 是非常困难的 当一个人他完全没有道德 他把他的道德丢掉之后 我告诉你 你要叫他再拿回道德 是非常困难 有一句话叫 由减入奢容易 就是你从贫穷的人 很节俭的人 去奢侈 你去享受去花大钱 是很容易的 你有钱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这样 可是由奢入奢 就是你是很富裕的人 你经常大手大脚花钱 你要变回节俭 是很困难的 你享受习惯 所以同样的 当你一直在约束自己 有这个道德的时候 你一放开这个道德 你要再拿回这个道德 是很困难的 所以千万不要去尝试 也不要鼓励你的政府 去丢弃道德 因为政治人物不讲道德 最终受害的 肯定是我们人民 所以平均选区拨款 这个课题 没有好讲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设计赛莎迪 你看这个ZUKAN 为了选区拨款 他可以加入到政府里面 即便会给人骂到办事 即便他可能会给土团党开出 土团党也讲要对付他的 要召见他 Hamsa Zaynudin已经抨击他了 Hamsa Zaynudin也有讲 是受到压力 反弹会来调查他 然后有一个商家来贿赂他 给他offer 给他好处 你看Hamsa Zaynudin这样子讲的话 跟之前行动党讲的话 是不是一样的 跟公正党讲的话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整个事情的本质没有变 都是当权者用利益 来拉拢 来诱惑反对派 当然你可以说Hamsa是讲骗话 但你怎样去讲Hamsa讲骗话 如果你现在讲Hamsa是讲骗话 但当时Najib去拉许越凤他们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我讲 行动党讲那些话 他们是被利益收买的 拿了几千万等等 也是在讲骗话 所以不要双重标准 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我上个礼拜才讲 我讲四个彭亨州议员要跳槽 是假话来的 这个是政治喊话 有听到的独有 我上个礼拜才讲 在彭亨州补选投票之前 我才讲 我讲这个是假的 因为你看我们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 从来没有议员 是从执政党跳去在野党的 没有除非这个执政党已经倒了 它是前执政党 它跳去新的执政党 才有这种情况 你看霹雳州也好 你看马六甲也好 你看吉打也好 沙巴也好 都是他们在这个政府要倒 包括沙巴那个火箭的议员 公正党的议员 是新政府他们确定要倒了 他们才会跳槽过去 所以在彭亨州还没有确定联合政府会倒 讲有议员要离开联合政府去做在野党 这个是bullshit的话来的 因为他们没有这么笨 我为什么要做出头了 如果我要跳槽 我肯定是为了要有好处 不然我胡乱的跳槽做什么 除非你真的 你的理想是很大的 你的理想是很大的 但那个不叫跳槽 你像塞沙迪 他没有跳槽去任何政党 你政府做得不好 我就退出你的政府 我来监督你 我不要跟你同流合污 可是他没有跳槽去其他政党 更没有去拉倒这个政府 所以这些要跳槽要拉倒政府 一定会等到要成事了 他们才会跳出来 不然他是吃力不讨好的情况 所以你说巴汉有议员要跳槽过去 我跟你说不可能 有可能是在野党的 要跳去政府才有可能 记得吗 我讲过这样子的话 你看现在就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了 所以你对比一下 你才发现塞沙迪 他是多么值得敬佩 塞沙迪可以讲 我不要这个拨款 400万你知道极好用 90%的马来西亚人 一世人都赚不到400万 一世人都赚不到 我也赚不到 老实讲 我现在算算算 我要赚到400万 应该还要几十年吧 没有这么容易 非常非常难赚 可是你做国会议员 政府就给你这笔钱 还不是给你 给你拿去花 可是塞沙迪不要 然后塞沙迪也会讲 我要改革 这个国会议员的退休金制度 因为我拿了 我 我心里有亏 我这么年轻 我才参加一届 可是我可以拿到 几十万的退休金 然后我到死 我一直都可以拿这个钱 所以 他觉得很不公平 所以你看 塞沙迪这样子做 要给称赞 跟Zuccanen这种 跟之前这些跳槽 为了好处的 完全不是在 同一个level的情况 所以 对比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要讲的是 大家都不要忘记初衷 不要 勇士 对抗恶龙的勇士 在打败了恶龙之后 自己变成了恶龙 又要等另一个勇士 来打败你 这个是人间最大的悲哀 你自己变成了 自己所讨厌的那个人 所以 现在你做政府了 你要纠正回过往那些错误 不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未来的你 为了你的接班人 为了你的下一代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然 你当政了之后 你就去迫害之前的人 那他上来了 他又迫害回你 这个永远是 跳不出去的一个智库 一个死循环 我们国家永远都不会改革跟进步 我们的体制就是一样 这种一直在斗臭斗烂的情况 所以绝对不应该的情况 所以应该要批评这个土团议员 我接受Melody的采访 我直接讲 不管是慕尤丁讲 有四个人跳槽过来 我们不应该支持慕尤丁这种讲法 Zahid在慕尤丁讲了隔天 也讲了一样的话 哪里有人要跳槽 是 我还听说有国盟的要跳槽过来 Zahid的这一番话也要批评 因为不是谁讲的问题 是你这番话的问题 你鼓吹大家来违背人民的意愿 来换党来跳槽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那最后我刚才讲 要讲一下政府的处理 在这边要给政府点赞 政府该骂的 就是刚才没有做到平均选区 不过忘了改革 没有推动完善反跳槽法令 这些事情 然后用权力来任意诠释反跳槽法 这些都是该骂的 但是有一点该称赞 大家有没有发现 Zuhkanai宣布支持联合政府 但联合政府是在这件事情之上 很低调的 也没有去迎合 也没有去大肆庆祝 我们多一个人过来 这一点 我觉得政府应当 他们还有最低的一个羞耻心 有一个道德在里面 他们思考到我刚才所讲的 如果我现在蒙阿鲁阿鲁干 我welcome他来做这样子的行为 那是就相当于我丢掉我的道德 未来我的党员也可以这样子对我 所以他们没有隆重去回应 或者是鼓励这样子的行为 或者是赞赏这样子的行为 应该给他点赞 但老实讲 我希望是这种情况 但有另一个可能是什么 是政府现在在忙着其他事情 包括首相安华 在忙着预算案 现在预算案已经在开始了 今天已经提升了 接下来就会有很多这种要 把预算案解释 在国会辩论 要面对媒体的询问 这种程序要走 所以他们是非常忙碌 可能他没有时间去回应 或者去迎合跳槽的行为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我希望政府是至少 他有这个良心 他有这个道德 他知道这个行为是错的 所以我们低调处理 你支持我 我给你这个钱 但我们不要去宣扬 不要去伸张 不要去好像引诱其他人 你看他拿到400万 我欢迎你来 你来就有400万 这样子就是非常难看的情况 我希望政府预示到这一点 不要鼓吹鼓励跳槽行为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小小的希望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很可能 有可能他是因为没有时间 或者是还没有反应过来 或者是还在观望 土团党要对付他 然后他们会吵一轮 我不要这样快跳出来 等一下他悠转 他想要支持我给土团 纪律委员会骂一下 给慕尤丁叫去问话两次 他就悠转了 那我不是做小丑 我来迎接你 来迎合你了 我自己变小丑 所以可能是这些原因 他还在观望 或者是他没有时间来回应 我不知道 但我希望是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理由 当然也希望 哈姆萨所讲的这种 用政治的手法 用反贪委会去打压他 如果他真的触犯法律 那直接公布这个case 而不是要威胁他跳槽过来 就像瓦里山之前 他的副主席 也是一样 受反贪会调查 然后突然就跳槽了 所以这些都是不应当的行为 不应该用权力来打压他的 你想他现在可以用权力 来打压敌对的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他都可以打压 那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 他要用权力要法律来打压 不是更容易 所以最后会变成整个社会 变成奴性 变成独裁 只要你反对我 你是政治人物也好 我打压你 我用政治来对付你 你是平民老百姓也好 我也打压你 对付你 这个就是我们社会巨大的倒退 我们的政府变得无法无天 变得不再是法治的政府 不再是法治的社会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慎之慎之 希望 他们那边也可以提出更多的证据 但这些老实讲是很难有证据 因为对方 当事人已经跳过去了 就像之前行动党也好 公正党也好 他们也是拿不出证据的情况 是一样的 但是政府你要主动出来必要 所以我真的真的希望 政府会低调处理 你当然很开心 有人来支持我 你要来支持我 不可能跟你讲 你不要支持我 你不要不支持我 你一定不可以支持 也不可能 我做到好 你来支持我 我肯定会感到高兴 但是你不应该 抱持这种 靠赏 抱持这种鼓励的方式 就像我们上一个直播 其实我真的是讲到很心灰 这个伊术哈伦 之前给行动党骂到半死 说你是害我们的 你是内奸 现在他就被委任 这个阿玛纳拉雅 几百亿资产 阿玛纳拉雅是非常大的机构 做他的主席 所以有独有跟我说 红律师你不要心灰 我感受到你的心灰 老实讲我真的也是很累的 其实我根本不用 做直播来跟大家见面 很累人 浪费时间 我去陪孩子玩就可以了 我赚钱 我的律师行都赚到这么多了 要移民 我也是可以赢 我跟我太太都是专业人士 而且我生活还不错 我并不是因为政府做得不好 然后我生活很凄惨 我在那几时代 我就已经是专业人士 我就买了屋子买了车 这个都是讲过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自己 我们要看整个马来西亚 所以并不是为了某个人当政府 不是为了某个人当领袖 是为了马来西亚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保持这个形态了 那第三个讲题 我就讲到这里 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尝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